自己再把影片這個連結看 因為留言上如果有加進來的同學 都會看到這個清單 那你就把看你哪一次的 哪個地方不太熟悉 你就自己點開來 然後回去針對那個地方 再去看過吧 因為也不用全部看 那如果你覺得說 反正你慢慢從頭看會比較有系統 那也沒關係慢慢看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有一步一步的step 來跟各位講 但你如果說老師我前面都ok 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也可以跳到後面的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那個寬跟高 有沒有其實這個也是最重要的 像我們這個折線圖 如果你不會畫也沒關係 用錄製的也可以 其實錄製完之後 我們其實錄製完之後 只是在加了坐標跟寬跟高而已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些程式不會寫 真的沒有關係 在我覺得在那個Excel裡面 他錄製聚集這個 是真的還蠻貼心的功能 所以至於如何錄製聚集做一個修改的部分 假如你忘了差不多 沒關係你回去自己看一下影片 這個 那其他還有這個修改為 全部折線圖 然後再加上那個K跟那個column變數 其實要全部折線圖 主要那個穿針引線 就是要利用FOR迴圈 加上K跟COL 其實最難的就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部分 所以回去假設 還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在看過 那最好 你看 再多遍不如你做一遍 如果你做一遍做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會的 OK 那 程式裡面的話 剛剛的部分呢 我就是 你自己在把一些按鈕把它加上去 所以最後做出來 反正就是這些 這些按鈕 這個還沒講到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 這五個按鈕 那 至於山圖 好像這個也有在雲端上面 也是把它貼過來就好了 所以 就分別把這個程式貼過來之後 來做修改 那應該就可以run出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 這個按下去 這些就有了 那 美元折線圖 人民幣 然後就山圖 然後就全部折線圖 這樣就OK了 那不過有一個地方 剛剛 各位應該有注意到 就是說呢 向下追蹤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 的列數 每次下載的Ctrl向下 你會發現現在是 現在28耶 你們又不太一樣 現在28耶 如果等於你又按一下 也許明天再按 可能又變29了 因為他每天 我不知道他邏輯 他邏輯好像是 每次都給你兩個月的 外匯資料 不過衍生性 那可是我不要這麼短 我想要 半年 怎麼辦 沒辦法 開放資料只提供給你兩個月 OK 但是有沒有其他解決方案呢 當然有 後來我發現 其實喔 如果你將來 你想要得到更多資料的話 其實你可以 假設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再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 不過這可能是比較後面的 第三個單元 其實他這個資料是從其交所的那個外匯資料過來的 那這個好像這個連結有沒有他提供的最多好像可以高達10年以上喔 有沒有他其實這邊就會有個3月1號4月其實他好像就是利用這邊預設的資料給你的所以你會發現喔這個底下的資料實際上就是 如果你說老師那我要修改我不要這麼短我想要從那個譬如說1月份開始好了那你其實上面的條件是可以更改更改完之後喔 現在不要OK按下送出那你會發現呢他底下就會給你從1月1號2號可能是休假日沒有開示所以沒有資料有沒有那其實是可以從上面這邊喔可以給什麼給條件的那其實這一塊喔其實就是一個網頁的一個表單那這個表單的條件喔其實是可以變動的那 那你想說老師那將來如果說我希望變動的條件再去抓我想要的那個範圍那怎麼怎麼做喔 當然這個就難了OK所以為什麼放在第三代因為越後面的東西越難那當然我們不要一下子跳太多啦不然的話我怕各位會 沒辦法吸收反而更務視喔我先預告一下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喔你可以先知道一下但是這個難在哪裡喔因為CSV它的逗點但是你會網頁按右鍵你檢視原始碼看一下它裡面就是這麼多HTML的東西那你說老師那不是前面看到的東西是這個啦 啊跟各位講其實你要抓的資料並不是前面這個東西你要抓的東西是後面的東西 叫HTML所以如果你假設你不能解析喔HTML的話啊那你就沒辦法抓到你看到的東西那看到的東西是因為瀏覽器幫你已經做一個有點像喔幫你解譯了變成你看得懂的樣子喔 但是程式不能這麼簡單欸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喔可以簡單的針對這個網頁喔做一個取得資料的動作那當然我會盡可能啦因為其實說真的你說這個爬蟲的水太深了難度你可以非常非常困難但也可以很簡單所以我後面給的範例喔盡量幫各位過濾篩選過盡量找那個方法簡單一點好理解的不然的話我講講 那個男的我看很多人應該就會受不了了OK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再關注一下第三個單元喔啊這個連這邊有個連結嘛啊其實喔後來發現其實他這個資料就是來源就來這邊是其交所資料啦欸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細細部的東西那當然呢他也可以抓很多資料那後面其實喔哇這個就要牽涉到很多送出裡面還要去抓他的參數還要POSE哇這個 其實很複雜雜啦OK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自己再再稍微看一下喔這個我我們就後面再來看喔那今天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喔我們剛剛遇到那個問題先來解決所以喔剛剛提到那個喔欸向下追蹤的部分那你想說老師那現在不是40啊可是你現在給40的話會出錯 其實理論上其實理論上好像給多好像不會錯 其實理論上好像給多好像不會錯但給少好像就出錯 為什麼因為你比如說你現在給給20好了他只有抓20後面就沒抓到所以顯示出來的資料 當然一定會出錯欸可是那問題喔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讓他 自動去抓到到底目前是在哪一列的位置那這個當然有很多方法啦那我自己個人習慣喔因為跟各位講網路上或者是一般VBA的書籍喔用的方式真的每一本書每一個作者 講的不一樣那我自己個人習慣喔我因為我自己習慣一個方法就是用追蹤那這個追蹤方法我用蠻蠻蠻多的啦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你游標假設方的A1盡量用A欄為什麼因為A欄通常是這個Key就是編號的那一個一定是有資料因為中間不能斷掉嘛所以你Ctrl向下的話他會得到你現在所在的那個位置那利用類似的模擬方式把它寫在程式裡面那就可以得到我們現在所在的列是在哪一列比如28對不對喔那如果說呢我假設要 然後模擬這樣的狀態寫出來的話那其實喔你可以在那個折線圖美元上面enter一下多增加一個變數好了那個變數也叫R R其實就是抓什麼呢實際上我希望這個R裡面的尺喔就是直接去幫我抓到最下面到底哪一列所以呢R這個後面的動作就是從A1 儲存格向下追蹤追蹤到的那一個藍的名稱喔假設28幫我把28的資料丟回來到這邊來那程式該如何撰寫呢OK喔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是跟他講 Range 郵標先幫我放在A1的儲存格所以我的習慣喔我會用Range A1 意思說我郵標放在Range A1 點END END的話有點像Ctrl鍵按住 然後呢像Ctrl向下就是刮弧這邊 刮弧之後的話有一個Exit or Down 有點像Ctrl其實你記得的話AND有點像Ctrl鍵 然後Exit or Down有點像向下有沒有然後呢 後刮弧一下後刮弧表示說Ctrl向下之後那請問一下你要得到什麼喔 我要得到目前在哪一列的這個訊息 所以你要點什麼點Raw 他其實也是一個屬性啦這個屬性其實就資料啦 你就幫我把那個屬性裡面的資料喔幫我把它帶回來 裡面就放28有沒有現在是28啦 可是未來呢假如說他有更多有沒有或更少 那個這個最後的值會變喔 所以這個Raw裡面的值會改變 然後最後的話幫我把28這個數字有沒有丟到這個R裡面去 所以R裡面就放目前啦就放28 那未來如果會變動他就會自己去改 所以R是一個等於是列的一個變數 OK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是把這個R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裡面去就好了 那放進去的方法啦其實也是放變數放在置串的那個規則一樣 所以前面我一直跟各位講那個口訣背一下有沒有 如果你要放R的話就是這個地方喔 先把你要置換的地方選起來 然後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加個R就可以了 所以喔口訣就是雙引號兩個and兩個都移到中間 然後加那個R 那我前面好像講說還要加空白啦 不過後來我發現喔 新的版本我不知道是不是新舊版本 你移開好像他會自己幫你空白 我記得好像舊的版本不會 但是新的版本好像比較聰明一點 我看看會不會 如果不會就再加吧 移開 不會 那怎麼辦 還是自己加一下 我發現有一些地方好像他會自己幫你把and自己空格 如果沒有空格沒關係啦 你就記得喔 最後再把and前後再加一下空白 這樣就OK了 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你不會的話你就是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加個R 然後再把他的and前後加上空白 離開 這樣就OK了 不過跟各位講喔 剛剛這個地方喔 其實喔 因為事實剛好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其實不用串右邊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把事實delete掉 andR就可以了 ok 這樣寫其實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老師那可是這樣寫 我發現很多東西不能理解 他是串在右邊 因為他已經在最右邊了 所以啦 如果你假設不能理解 你用剛剛那招也可以啦 反正前提就是說 把那個R串到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好 那所以喔 底下 變成人民幣也是一樣 所以把這個R放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改 其實關鍵應該是這個地方改才對 有沒有 全部折線圖的部分 可是全部折線圖喔 其實難度好像蠻高的 為什麼 因為 這好像同學有問過 主要是這個地方 第一個喔 有沒有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上R OK 這個好像比較沒問題 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這個 這個事實的地方 因為這個事實剛好在這裡 所以其實跟各位講喔 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它改成 andR就可以了 就應該沒問題了 OK 齁 那到底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可以喔 如果你不確定 我還是強烈建議 你在按這個之前 你可以設中斷點 中斷點的話 就是在哪邊設中斷點 比較恰當呢 就是在你修改過程式的地方 先點一下中斷 為什麼 因為停下來看一下 對還是不對 先確認 如果你沒有確認喔 我發現很多東西亂的話 錯了 不知道為什麼錯 當然對就OK啦 可是對有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對 OK 所以最好的方法 我是建議你改的地方 加一個中斷 然後配合F8 來試一下喔 全部喔 OK齁 所以其實我剛剛主要是改的 改的地方喔 第一個 加一個這個 第二個的話 把列號有沒有 改成R 本來這邊是40嘛對不對齁 然後還有 後面有個40改成R 大概是這幾個地方齁 雖然沒什麼 但是要改一次正確也不太容易喔 所以這個可能自己再試試看 那這個重不重要 當然你剛開始寫成 他最後關鍵很重要 因為沒這個東西 你就沒辦法自動偵測了 好 最後來看看齁 執行一下 執行喔 好 所以喔 這個地方 不過我先停一下 先把它刪掉 刪土先 先把它刪掉 這邊就沒有圖了 好 所以這邊空白 好那開始畫囉 所以有標放這邊執行一下 然後按F8 我習慣是中斷點F8之後齁 變數的值 對還是不對 如果你一過去發現R裡面是0 那你後面就不要RUN了 為什麼 欸錯了嘛 那你要知道為什麼哪邊錯 OK齁 你再繼續RUN 你畫出真 你永遠找不到那個錯誤的地方 我個人習慣 那你如果說有別的沒關係 反正 除錯 主要就是知道 到底你程式RUN的過程 到底對還不對 你變數裡面放的值 對 對就繼續 繼續的話呢 那一般習慣 這個OK之後 我就繼續讓它跑 按執行 它會跑到第二個中斷點 跑到這邊停下來 有畫出來對不對齁 然後這個OK 這個應該28 所以串在一起的話 應該就是 會是這個A1冒號A28 當然它 有個中斷的時候齁 其實你可以選起來 你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也會 游標放上面齁 它也會 讓你知道說到底這一串結果是什麼 不過這太長 它沒顯示 剛剛這個選OK 這個這一段把它選到這邊 它游標會顯示出來 好 然後頂多說 游標再放這邊 或者說我看一下 它這個 這個串會不會出現 好像有函數 它就不會出現 但是如果是自串 那OK 好 那最關鍵的時刻來囉 這個按F8看看 欸 有出現了 美元折現 這一行沒有BUG 那顯然應該是對的 那其他如果沒問題的話 就讓它換下一個 然後再下一個 有沒有 太多的話 你中重點也可以拿掉了 那讓它全部跑完 欸 這樣子看一下 全部OK嗎 OK了 欸 沒問題欸 OK 好 不過好像這邊是多這個東西啊 這東西其實可以拿掉了 好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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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LEGEN 還記得吧 所以你就再加一個那個 HESLEGEN 等於FALSE 可以把它關掉 OK 不過加不加 暫時 我們重點 就是這個地方 請各位試試看喔 全部折現圖裡面 先加一個這個 向下追蹤 然後 並且把 他這個地方 再把R放進來 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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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